位在花蓮市和平路的盛王堂 捐赠56份普渡物资给花蓮市公所 透过爱花蓮食物银行平台 让生活现困家庭可以及时来领用 市长温家贤感谢信徒大爱 以行动传达广泽尊王对世人的慈悲为怀 盛王堂堂主黄和成 协同了主委还有干部们到 进丰生活园区来捐物资 堂主表示会持续透过市公所管道 来捐赠物资帮助弱势家庭 因为市公所有食物银行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 把物资捐给食物银行 让花蓮市一些比较需要 受到说物资的人民 他可以就直接来食物银行领取 我们几乎每年的捐赠百米 以及说关怀弱势 我们从来都不予余地的在帮忙 只要是有任何的消息 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 大家尽点心力来为大家服务 这一次的捐助是透过前市民代表 魏玉盛的引戒 让宫庙社团爱新 可以送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 很感谢圣皇堂 在过去好几年开始就有开始发放 那个爱新米给弱势族群还有老人 那因为去年到今年 圣皇堂都会寻求市公所的平台来协助 那圣皇堂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没办法坐在庙门口 来做一个发放物资的状况 所以拜托我们花莲市公所 魏家贤委市长 那来帮忙来发放 那相对的也是减少疫情的人流的问题 还有安全上的问题 那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来努力 继续来接轨 我们有一些公庙 还有一些爱新团体 想要捐赠 再到我们花莲市公所 然后一起来做这个爱新的发放 市长魏家贤特别颁发感谢状 感谢来自民间的善心 让花莲更加温暖 非常谢谢圣皇堂 那皇堂主也特别谢谢卫生代表 来钱代表来做相关的一个营件 让这些物资能够捐入食物银行 那我们预计也将这些物资 来做相关的一个 食物银行里面的存入之后 那有看哪一些比较需要的社团 或者是一些团体 需要来协助的部分 我们也会来把这些物资来做相关的盘点 盘点之后分门别类 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能够得到妥善的协助 那在此也要谢谢这段时间 非常多的公庙 还有非常多的企业团体 还有个人来做相关的捐赠 那也让我们食物银行的物资 能够非常充沛 那未来我们会针对 花莲县境内的各个团体 或者是一些社福法人的一个机构 来做相关的关怀跟关心跟资源 那在此要谢谢圣王堂的所有新农大德 也谢谢黄堂主 对我们长期以来的关心跟支持 圣王堂捐助的56份物资 将存放在爱花莲食物银行 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前来申请零去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